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梅锦教授 李老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谈到瘾 瘾是人对某种嗜好的依赖 有的人读书成瘾 有的人做学问成瘾 这都叫瘾 但是有的时候当这种嗜好是不良嗜好的时候 烟瘾 酒瘾 毒瘾 网瘾等等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孩子身上非常少见的偷窃瘾 2009年11月16日 18岁的曾玉被带进了成都市圣登寺派出所 半年前他刚刚刑满释放 这么快二进攻是因为什么呢 2009年8月 有车主报案汽车被盗 警方根据监控录像 很快发现这辆汽车被遗弃在一家酒店门口 通过车内遗留的衣物和指纹等线索 警方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曾玉 来了以后 他就说 比如说我们问他 你做了些什么案子 他就说 这个是我做的 那个是我做的 什么都是我做的 反正你去查吧 曾玉不但151时交代作案过程 还交代了几起警方尚未掌握的倒车案件 警方一一查证属实 从2009年5月刑满释放到11月被抓 曾玉一个人就盗窃了6辆汽车 他盗窃汽车 他基本上都是不求财 不拿去卖 然后盗窃了以后 觉得这个车不想开了 他就丢在路边 或者是停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了 又去寻找下一个盗窃的目标 一般投农一些都没 都是高算 但没尾 没把香料变成圈 偷车就是偷来耍 这让警方很吃惊 他们对曾玉进行了分析 两岁时 他父母离婚 跟着父亲过 后来父母再婚 母亲嫁去香港 父亲开饭店 在经济上 父母对他出手很大方 他每个月的零花钱 能达到两万元 偷车根本不是出于经济目的 一个家境殷实的少年 怎么会偷车成瘾呢 这个瘾又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寻找答案 警方首先找到了曾玉父亲现在的家 这个家两年前警方就来过 当时曾玉因为盗窃11辆汽车被公诉 他的父亲就没有出现 曾玉给了记者他父亲的手机号码 记者拨通了号码 曾玉跟记者说 自己上一次见父亲 是2009年5月20号出狱那天 他在父亲的新家住了一天 天亮就带着父亲给的钱离开 自己租房子住了 曾玉回忆说 两岁到九岁 虽然自己跟了父亲 可实际上是住奶奶家 记者找到了曾玉的奶奶家 同样是遭遇了闭门羹 警方说 曾家人对记者 对警方 对陌生人 都是这样的态度 而在这个曾玉少年时期 生活过的小区里 邻居们对曾玉有什么印象呢 什么之后没有关吗 没有人管 而这个人吗 只是他偷的 他经常偷东西吗 经常偷 都偷我什么呀 哦 习村 都拿 肉 犯说不清楚 犯是个罪 是个罪 是个罪 无法罪 这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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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衣服 还给你偷了七楼上头 哦 七楼 全不给你收光 这关键 他一出来 哭了就给你做了调东西 什么 这有了个小猪娃子 哦 真巧 偷东西 你也知道 都不小的 就原本了 都不小的 小时够我 把别人的东西弄来丢了 比如 像你晒的衣服啊 给别人取来丢了这样吧 曾玉解释 自己九岁前的行为 偷东西就是恶作剧 好玩而已 从来没想过 把别人的东西 拿来用和吃 而邻居们觉得 那是男孩子淘气而已 真没想到 他后来能干出偷车的事情 刘老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偷窃成瘾的富家子 为什么强调富家子 不缺钱 钱不是他偷窃的原因 而且年龄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毛病 九岁的时候 习惯性的就要把别人的东西拿来 这个瘾的来源是什么呀 也就是说小孩拿别人的东西 这种行为是几乎所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都有的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有的孩子就不动别人的东西 因为妈妈带他到别人家去串门 他拿了人家东西 妈妈回来教育他一路 家里的教育是什么呢 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亲情 就是因为爱才听你的话 因为我怕妈妈你生气 我怕你不要我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也就是说他必须有一个情感的基础 而这个孩子虽然还有爸爸妈妈 他们这个爸爸妈妈就是血缘上的爸爸妈妈 是没有亲情抚养过程的爸爸妈妈 孩子在拿别人东西的时候我不管 等到什么时候再管呢 等到他十岁上下再管 一般都管不了了 管不了了 错过了管教的关键期 所以我们要非常遗憾的说 九岁之前 曾玉身上就已经出现了这些异常的行为 如果当时大人们及时的批评教育矫正 给他讲道理 也许这个行为能够很快的就纠正过来 但是非常遗憾 无论是他的父母 还是周围的其他大人都忽略掉了 曾玉说 九岁那年 父亲再婚 带着他从台那家搬走了 他被送到保姆家里寄养 直到上初中 十岁那次离家出走 曾玉存心是想让大人着急 自己后来玩够了就回来了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他学会了吸烟 也开始上网 到该上初中的时候 因为带他的保姆去世 父亲忙于生意和自己的新家 索性把他送到外地的学校去寄宿 他在学校期间表现又怎么样呢 我们电话联系上了 当时对他进行心理矫正的国国老师 关系方面 有些问题 那时候呢 可能有些反射会的 几乎两个问题 就不想这个事情 就会很多 在学校办的处法 时间嘛 人家 发生自己的矛盾 然后肚子上类吧 然后肚子上外的话 就有些少 小活的习惯 最长时间在网吧里待了多长 一两天 一两天不出来 老师说 在校内 曾宇还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一放假 他就在校外打架上网偷东西 属于问题少年 初二的时候 曾宇提出要退学 那年他14岁 我们联系了他当时的班主任 张雄老师 他发生我就没见过 因为因为 然后平时打电话 他肯定很少 你说他肯定对这个孩子 是不离不问的 然后因为在学校里边 他就觉得 就什么都不管这样的 他当时为什么会离开学校呢 是他自己要求还是父亲要求的 他当时应该是 就是说 后面 因为在外面 可能就是可能说 听那些小伙伴耍得比较开心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说 觉得学校里边生活 地区就可能觉得 自己控制不扬 张老师说 由于曾宇坚决不回学校上课 父母也一直不出现 他们也只好同意退学 曾宇辍辍学之后 他没有选择和父亲一起生活 而是自己在外租房子住 母亲定期把钱打到他的银行卡里 父亲随时要随时给 手头宽裕的他一天到晚 跟一堆朋友 在成都的娱乐场所留联 由于父亲曾经是一家国营厂的司机 曾宇十岁就学会了开车 他很快在社会上结交了一堆爱飙车的朋友 去年四月 在成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 富家子醉酒驾驶汉马 撞死一人 伤五人的惨案 肇事司机蒋家军 正是教他玩赛车的师傅 那些名车你看有哪些 本尺的那个海洋马 曾宇十五岁那年 母亲把他接去了香港 无疑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妈妈带他到海洋公园去玩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让母亲也很难过 三次他就 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惠子有票了 我还不知道 后来我去拉公园 怎么会我的那个信用卡不变呢 然后我才看出去 看我的货币里面的钱 现金 美金 那些全部其他 我拿着好 当时我又很生气 我说 我打电话给爸爸 我说不行 这次的行为伤了妈妈的心 母亲彻底放弃接她来香港的想法 而从香港回来后 曾宇更加自暴自弃 十六岁那年 有一天 在一个小区门口 一辆没上锁的汽车 引起了曾宇的注意 心痒痒的发动了车子 这时候 他突然有了很刺激的感觉 这种刺激的感觉 致使曾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偷了十一辆汽车 平均每个月两两 后来他被群众抓获归案 因为当时未成年 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当他进入到最关键的青春叛逆期的时候 就已经不再是忽略不忽略的问题了 更难管了 就处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 自以为是的行为方式 然后他开始混社会 那么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就约等于让我们觉得很痛苦的事情是 我们看着他一步步失控 那么一旦他进了少管所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后 什么样的监管 什么样的方法可能对他是有效的 偷窃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行为的动力定型 我们知道在人的动力定型当中 就是包括思维的 包括知觉的 还包括动作的 这个动作的往往特别难改变 比如说现在他已经16岁了 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行为行传是经过16年了 你要想消退这个行为 你至少也在10年以上 非常专业才行 就是不是说在少管所待两年 动作这个消失是很难的 所以他不是进了这个劳教所两年能够改变 这是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也是所有关注曾玉的人都在想 两年的少管所生活过去之后 曾玉偷到的恶习真的就能够改变吗 2009年5月曾玉出狱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 他见到车又有了要偷的冲动 经过两年少管所的教育 他意识到这是犯罪 但又控制不了 还是下手了 为了借掉偷车的念头 他曾经想过自残 为彻底解除偷车的念头 曾玉还曾经找过心理医生 医生建议他健身来转移注意力 健身他觉得太累 没去几次就放弃了 之后建了块报废 或者本身没锁好的车 他还是忍不住要开走 结果从5月底出狱 到11月被抓获 半年时间又盗窃了6辆车 警方咨询了研究 未成年人心理多年的 蓝玲珑老师 蓝老师认为 他实际上是有偷窃屁 很多孩子实际上有了钱 他并不快 他需要的感情上的陪伴 需要人们对他的关注 他没有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感觉到被抛弃 这个时候他肯定就跑到社会上去 寻找那些和他有相同经历的 能够理解他的 能够去给予他支持的 这样的一些人 和他们活在一块 蓝老师说 曾玉是很典型的 亲情缺失 导致的心理偏差 家长只在经济上供养他 在生活上对他不闻不问 警方和心理学家 对曾玉会诊之后 找到了他行为偏差的动因 从他本人给我们 就是说的 他一直觉得 他父亲对他不好 他说的 他这个盗窃 这个汽车的其中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报复他的父亲 然后他就是说 想引起他父亲的关注 引起他父亲的注意 因为父亲和他 应该说他们的关系 应该属于那种水火不容 那种关系 远在香港的曾玉母亲 因为有了自己的新家 没法回来看望曾玉 奶奶七十多岁了 也已经七八年 没看过曾玉 警方在生活上 照顾她的更多 他进来以后 他就说的 警察对他 可能比他父亲对他还要好 他是这种 你想见他吗 不想见 一点都不行 不行 但偏击他 曾玉的母亲说 自己对曾玉 已经人至意尽了 作为父母 他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现在就拜托警方了 我觉得这是父母的责任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父母 他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就清楚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我想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愁吃 不愁穿 不用为生计发愁的曾玉 对他过去十八年的生活 是这样概括的 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于 他的特殊的家庭 特殊的成长环境 在少管所的时候 曾玉也说 他认识到自己有问题 他也说我要改 我也想改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 行为的东西 比较难 是很难改的 接下来他需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现在的出路 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一定要身边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 来经常的督促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他有幸的话 找到了一个自身价值体现的方式 给他有一个机会 接触好车去做赛车手 然后让他体会 如果他真的获得一个名次 他以后他注意力 就会往这个方向 行为替代 对行为替代 让他有一个更加快乐的东西 然后要求难度比这更大的 这样来替代他 这样他就会觉得 那比这有意思多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白纸 而这样的案例 在某种程度上 虽然他有点极端 但是绝不少见 人的成长是有顺序的 这个顺序 一旦错过了这个阶段 你就没有机会了 孩子他不是生出来 自己就会长大 而是需要什么 需要像刚才我讲 像我们种地 像我们做菜 像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样 要按照他的顺序 要去做好每一步 你前面做得越好 你后面一定体会的收获越多 如果你前面不当回事 你后面再想做很多事情 都会付出的代价很大 而且还劳而无惑 因此我们在教育中 我想最最重要的提示 我们所有的父母 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在早年 要跟孩子建立一种亲情关系 让他感到一种温暖 感到一种安全 然后就要给他树立一些观念 告诉他哪些事可做 哪些事不可做 基本的是非 如果在六岁之前 你第一有情感 第二有观念 有性格培养 这几点做到的话 这个孩子后面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真正花时间的 就是六年之内 所以这六年 对于我们所有的父母来讲 不要轻易的 在有孩子之后离异 更不要抛弃孩子 直到我们节目播出 警方也没有见到 增育的任何家人 我们再次呼吁 增育的父母 应该迅速出现 去给儿子必要的亲情和帮助 这是现在这个阶段 他最需要的 这是其他的一切努力 都无法替代的 而且这也是让增育 走上正途 改掉偷窃毛病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李老师 参与现场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再见